早正好那拉提 我们到了那拉提驻车停车位啊 然后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停车场过的月疯狂大 因为我们预定了今天进去的票 准备大早在这看日出 太阳刚刚出来一点点哈 我小心准溜了 准备要进去了 我们要从东门进去了 东门这他这从哪进啊 这边是进的吗 这是出还是进啊 对吧 一大早我们就进入那拉提景区哈 这个道是过了早上11点之后啊 就不准自驾车走了 要坐他的百度车了 所以就一早要先走这边 这边现在暂时还可以自驾车走啊 10点之前 现在9点23刚好 哎呀 真地不错 是早晨起来 还早点上来就好啊 没什么游客 没啥人根本就这 太早了可能是 看这一个小山谷 多漂亮 对啊 对啊 进入盘龙古道 但现在呢 阳光还没照进来哈 如果等阳光 如果等阳光彻底升上去之后 这片就不好看了 这早晨这块阳光照着它金黄 拿相机 这是人家慕名的家里哈 边边上这儿有个停车厂 我给你照相 上二八斤 用这个来照相 加上这个小蒙古包 挺好看的 冒着小烟 战斗机 下集好 记得下转去 我们可以再冒掉 好看 你怎么回处 你是否闭着 好看 你怎么回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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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多感受 唐龙谷 现在这个驱缘车开始工作了 我们也到了唐龙谷的另外一段 这边前面有个天台 我们把车停到那个下边走上来的 就早晨和夕阳的时候光线最好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拍照的很好的时间 蛟龙出海 看看从这个观景台 怎么了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刚刚走过的路 十分美了 你坐在那个决签上我给你做 自己会像错过的路 我也不知道 好 从这个地方看着我们在一起 我会给你们看看 我们现在就能参加到 这边就这样 我们是在帮助而入女胜丝 穿完了 现在秋天还是很漂亮的 红色比较少 全部都是黄绿 要是红色再冷一点的话 它红色就出来了 就好看了 今天大家都返程了 回去上班了 没人了 所以你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呢 算是半包场状态 其实它这里边这条 盘龙道啊 我们已经走了很多次了 上次大通过来高温两次 但是这一次过来 这台车就相当的给力 只要给油它就能走 而且不高温 因为客爬坡还是比大通强点的 早上起太早 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吃早餐 所以呢 先停到这个 乌松古迹这儿 我们吃个早餐 这儿风景也好 等会儿还可以去那个逛一逛 现在在这儿 吃泡面 然后我们的大脑 要那么多 然后热了两个肉夹馍在里面 我们冷冻的带着先解冻 然后等会儿用那个蒸一下 就味道相当的好 蒸一下 我们还是微博一下 微博怕硬 是吧 那就蒸一下 那拉提草原上 你往斯卡跑 赶紧跑一跑 哈哈 阿斯卡 来过来 赶紧 哈哈哈哈 还绕一个圈圈 嗯 还绕个圈圈 先给姐姐跑会儿 吃完饭 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反正我们也不着急 这地方的风景可以啊 睡一半个小时 早上起太早了 一觉睡醒 下午两点多了 我这个地方安安静静 睡觉真的是很舒服啊 大草原上 连狗都睡的 还没有起 一点东西都没有 哈哈哈哈 昨天这个地方 游客多到进不来 我们在外边排队 今天就那么几个人 两三个人 好了 继续 现在这个气氛倒是 开始热了已经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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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